看前面四句 难可强化 常怀娇慢 赖其前世 福德盈护 这种无恶不做的人 在社会上 可能他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 那有同学会说了 为什么这样的恶人 没有报应呢 为什么不折损他的寿命呢 其实你们不知道 就是我们不知道 真的折损了 比如说 他本来可以活100岁 他70岁就死了 这已经是折损了 他的寿命30年 他为什么这种富贵 还没有被折损掉呢 这种富贵 是因为他前生 修集的很多 这一生虽然他做了大阿 他的福报还没有享尽 虽然是消损 他剩下的就是余福 还有很多 等他的福报 享尽了 他的恶报 就现前了 这回我们是不是 是听懂了这个道理 我们有时候 确实有这种想法 那恶人 为什么不受恶报呢 就是他前生 积的福德 积的福报 还没有消耗殆尽 等他消耗完了以后 他的恶报 就现前了